現在可能在票房 大家都看到可能只剩一半 我看到老闆他們的宣傳 或者他們要做的事 其實他們真的蝕著做 因為你不覺得應該在這裡等 由於機場發生嚴重事故 所有人最快溼散到安全的地方 董Sir,是什麼霸製品? 世界上最世界彈之一 Date Tracker 在這個戲裡面 其實導演編劇 他就很想寫一個 他遇到困難 終於他變成在整個戲裡面 最重要的反派 我是被遺棄的一個 拆彈專家 因為一次的意外 而導致他有隱藏 制度下他是不能夠服務前線 因為如果有任何差錯是不行的 所以在一些不同的情況下 他自己覺得這個信念好像動搖 而去到最後他覺得 為甚麼會是這樣 他就採取一個報復的態度 然後他變成了一個放炸彈的人 而全世界都知道我是放炸彈的人 但是他們又有責任 找到一個炸彈 所以他用我的信任 因為我忘記了 我又認為這是我的朋友 認為這是我的女朋友 他用一個信任 去令我回去找回自己的炸彈 其實就是一個 大家的信任底下的一種磨擦 這個戲裏最好看的地方就是 我是一個朋友 我不要騙他 亦都在他們 一個女朋友 一個朋友 他們都在討論 究竟我要不要給他真相知道 我覺得 你便面對他 然後不要多說 用行動去解決 譬如今次的疫情 我真的不知道 由我去年今天開始開工 拍完電影 接著我準備要拍三部電影 我準備要做兩個演唱會 就在生年的時候 回馬來西亞 就停了 一直到今天 但是 不是一直要計劃 譬如我們面對 我們不知道將會是怎樣 那便去安排一下 後日談法可以嗎 不及 大後日談法可以嗎 哎呀 他可能會有疫苗 或者可能會有什麼 不知道 但是一定要 要將那個 計劃寫好了 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 會正常的 那些其實都 都挺 都挺 考驗的 我覺得 都沒有辦法的 大家真的要 要考慮 只是一件事 就是 人家會 人家會覺得 你們可能 只剩下三百萬拍 我們都要將三百萬拍 大家覺得我們努力 因為 真的沒得說 沒有人給 都沒有理由 叫老闆 反正我們現在要九百萬拍 那真的 真的有問題 我自己覺得 沒有場演 沒有動作 就很好拍一些故事 我又覺得事情已經在這裏 所以就說要踏出一步 做回正常的事 可能 可能換回來的 不是說我們當日 即是 現在就算我們接部戲 可能都是剩下一半錢 但是你一定要走出去 告訴他們 我們走走 我們出去做 那你說會不會 你說會不會對這個疫情 是 或者是 招急或者什麼 沒得急 沒得急 我自己覺得 就是當每個人都做好自己的一點的時候 大圍就會慢慢補回來 我想每一個香港的演員 如果他們遇到 這些情況 就是需要不收錢去拍戲 我覺得都幾 我想會有幾多人 你自己都覺得 有我的需要來做嗎 可以的 是的 我覺得可以